我們要準備去見網友 哈囉大家早上好 現在是西雅圖的早上11點半 然後我們剛剛去買咖啡 原本也想要買他們的甜甜圈 因為他們甜甜圈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在Instagram上面找到的 可是已經賣完了 所以我就只能買咖啡 那我們現在要出發去見網友 呼吸期待嗎 好像還不期待 那等一下見吧 給你們拍一下我今天吃的午餐 是我們剛剛去一間日本超市買的 然後它接近機場附近 所以我們也不常去 雖然它東西很好吃 但是就是有在附近的時候 剛好又有車的時候 我們就會順便去那邊買一下 明年買的炸雞飯 炸雞凍 很好吃 好 我們終於到了 剛剛超難找停車位的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見網友 今天天氣超好的 所以我們要跑 就是他們換了好幾次地點 我們才找到 就是有雪的地方 我們看到更多人了 給你們看 我們要拍攝 謝謝你的 健康 我們要拍攝 在一起 一間裡 要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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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要拍攝 哈咯 我們才剛結束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回家休息一下 我們在那邊竟然玩了兩個多小時 上次帶Boogee去看雪那一次 其實就在附近 可是因為我們真的太冷了 然後我們只在那邊待了大概30分鐘 那今天的話就是真的很多狗 然後也跟很多有養薩摩耶的人聊天 那他們就是比較多經驗 就是可以跟我們分享 蠻可惜的是 有一隻薩摩耶他是住在西雅圖 然後他的那個IG Follower 有大概四萬六千多個人 快要四萬七千個 超多的 我超想看到他就是本尊 可惜沒有來 就只有他他們家的另外一隻小狗 還是一隻女生 那我們他的小狗也累了 發現現在就被放在後車廂睡覺 那一隻也是我們第一次參加這種 Semillion Meetup 應該還會再去參加一次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就可以交朋友 然後又可以讓狗去 去跟其他的狗玩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掰掰